你怎麼在負債七百的情況下翻身 再賺了幾千萬甚至到上億的身價 我們光月營業額在一百萬以上 一年可以做一千多萬的賣家 嗯 超過將近兩百位 從零在我們那邊做到破億了 三位 五六千萬的一堆 哦 因為這錢很多啊 我說天啊 誰告訴你當執君錢很多的啊 鐵飯碗 就是告訴你保證有這麼多錢 但是也是保證你有這麼少錢 這樣子我們今天拍影片 就讓大家學到一些東西 我想聽聽你對創業人有什麼樣的重複 創業人尤其是年輕人 其實我會跟大家講 Yo!Jetern們 倒好著法帥 沒錯 歡迎來到賺錢好男頻道 沒錯 這一集呢跟大家聊聊創業的故事 那今天呢我邀請我的好夥伴 理查可哥 那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七年級生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七年級生 已經增加達到上億 而且已經有好多好多好多台超跑了 那我們就想要知道 像理查這麼優秀的人 到底是什麼辦到的 那創業的歷程呢 可能採過了非常多坑 也可能有很多非常險惡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呢 這集就跟大家聊聊 他到底怎麼跨越這些坑 並且呢人生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那在這一集頻道呢 希望對想要創業的人 或者即將創業的人 都有幫助 所以記得把這筆影片看完 持續關注 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讓我們看下去 GO! 那就要跟我們理查可哥來聊聊 那到底這個創業的過程 發生過哪一些事情 有些可怕的經歷 或者是說怎麼翻身的 那就要先了解 我知道你創業之前 負債了700萬 很扯欸 人不是怕說出生不好 而是還沒創業 你就已經先負債700萬 因為很多人 他們都抱怨說 當時自己沒辦法成功 或者是年紀老了 才在抱怨說 當時沒有一個好家境 但是你是直接負債700 你怎麼在負債700的情況下 翻身 再賺了幾千萬 甚至到上億的身家 這怎麼做到 來跟大家聊聊 當時因為我是空軍飛行員 所以我們14年的合約 按照我服役的去算 折底 最後就是要賠這些錢 14年的合約 很多人不知道 你如果要送小孩去念軍校 從你踏入軍校的那一刻 對 每念一年書就是還兩年的億 那如果你是還有特殊教育 例如飛行員 嗯 就是14年起跳 那那個時候你從讀書 然後到服役 多長時間 總共12年 開飛機開多久 4年半 那開4年半之後 怎麼退役 然後怎麼被罰這700萬 其實應該是說 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法規是 可以讓線上飛行員退役 所以 那時候早期要離開軍中的 只有兩條路 一個 我故意酒駕 故意在營區裡面 喝一點酒 然後故意坐在車上 然後故意叫保房官來抓他 哦 這一個 那就是直接三大過 而且熱令退伍 對 第二個 裝風賣賞 對 北投 裝神經幣 對 因為神經幣 那個你用裝的就可以裝嘛 嗯 那那時候我 算是我創下了空軍史上 第一個紀錄 不裝神經幣 不酒駕 我去研究所有的法規 那時候軍法還沒有廢掉 對 然後我跟保房官 跟軍法官討論 對 跟這個政戰處長討論 我 故意去犯哪幾條 遊戲規則 對部隊的傷害最淺 又不會影響他們的升遷 這個利益比較良善 因為如果你是酒駕被抓 這個你的上級 整個單位都會成熟 我要離就離 反正我就酒駕 反正我已經出部隊了 剩下不干我的事 但你還有去考慮他們 這一點也蠻不錯的 我覺得可能也是這個觀念 對 導致我後來創業 出來社會的時候 很懂一些人事的關係 因為 你不想離開 也沒有長官想留你 是 遊戲規則 沒有一條 遊戲規則叫做 你可以直接簽約離開 對 所以他們也是無奈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需要一個 對上解釋的方法 對 為什麼這個中衛要升上位 烤雞又很好 飛騎表現也很好的人 會突然開始 不想帶部隊 是不是你們欺負他 霸凌他什麼的 他也會被檢討啊 第二個 他可能真的就像法哥說的 他可能在這裡奮鬥了 十年二十年 他要拚的是一個上校 甚至升少將的機會 就被你一搞 被你一搞 沒而生 完了 所以我求的是多贏 所以那時候我找了 保防官 找了軍法官 找了這個部隊的這些 什麼處長 政戰處長 我全部都跟他們講說 我想要離開 我也考上了航空公司 我們來研究 怎麼讓我走 那我把所有法規條文 研究得很清楚 最舒服的方式下裝 對 對這個部隊最沒有影響 後來呢 是什麼方法 後來 這不能講 為什麼 因為後來我離開之後 我成為我們空軍飛行員的一個傳奇案例 對 我有多少學長學弟很想離開的 都會私下問我 坦白講 我光收顧問費 教他們怎麼離開都可以賺 那是我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外面闖蕩 其實你會跟我一樣 研究完所有的法規 你會找到那個神秘的方法是什麼 我說你離開得漂不漂亮 也決定了你以後活得漂不漂亮 你看很多人離開部隊 永遠在抱怨部隊 覺得大陸部隊神經病 對 我的心態就是 我願意賠這些錢 為什麼 第一 我相信我的人生價值 值10倍以上的700多萬 對 我不相信我接下來要20年30年的時間 賺10倍以上 所以這個700萬 就是當時離開空軍的這個違約金 違約金 那這個我也蠻好奇 當時你在當飛官的時候 薪水是多少錢 大概120到150 那為什麼當時你會 就是決定說要離職 那時候發生兩個事情 第一個 我曾經在一個月的時間 發生過兩次 我單親 所以我爸開計程車 我奶奶養我長大 我兩個生命中最重要的長輩 一個月的時間 都進急診室 前後大概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跟部隊臨時要請假 都不讓我請 蛤 我保衛國家 誰保衛我家 我給你不要年薪100萬 我給你年薪1000萬 對 可是你老婆 你小孩 你爸媽生病突然幹嘛了 你都不能請假 不能請 可是我就 你願意嗎 我不願意 我也不願意 但我覺得這樣很不人性化 怎麼會說不讓你請假 他當你的領遊是什麼 沒有沒有 但是這個不要去探討 因為這是很多長官的因素 不管他 有一些他們的一些問題 不是因為 對不對 我們今天聊創業 我們不是聊軍旅生活 只是說 在理查的這個人生當中 有著欠700萬是因為 軍旅生活 我覺得就是選擇 你要離開這個環境 你也不要忘記 你能夠在今天順順利利的 當上飛行員領 這個樣的收入 我講中華民國空軍 排好我培養一生的能力 這個700萬 賠他也是應該的 他沒有晚發 持發我一毛錢 對 他沒有晚發過我一天的薪水 對 他沒有 因為我的怎麼樣 沒有給我教育經費 我甚至還拿獎學金 出國貨 嗯 我覺得還他很正常 對對對 大家講好籌碼 對 所以我發自內心 瞧不起那些裝神經病的 呵呵呵 你就是每種臭俗辣 因為裝神經病 不用賠 還可以榨領保險金 哦 原來是這樣子 其實我是發自內心 瞧不起這種人 而且你去看這種人 最後也混得不好 嗯 因為你的心態 決定了你的宇宙 不願意 不願意去正視 你應該面對的一些結果 或過程 對 就是 用逃避的方式 你用逃避的方式 就是你感覺現在贏了 其實你內心已經輸了一切 因為你覺得你還不起這些錢 對 所以你就想用一些 看似捷徑的方式閃 嗯 到最後 你培養出來的自己就是 沒有沾當 沒有責任心 你就一輩子貧窮 你不可能好過 因為等你人生 下一次發生過這種大事情的時候 你不敢正面面對 欸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很多人他就是 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用逃避的心態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把真的事情要解決掉 你面對會很痛苦 很痛苦 但是你過了 你人生就昇華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因為這700萬真的很痛苦 應該是說 當下要簽這個字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用人生這輩子去拚 絕對值10倍以上的700萬 我覺得我能夠創造的收益 價值原大於這700萬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700萬沒什麼嘛 你才有勇氣簽嘛 所以當時700萬花多久還完 一年 哇塞 太帥了 而且他其實是兩段故事 一開始只有70幾萬 後來追加的 為什麼追加 因為後來就有人 用一些奧保 撇保 司令部就重視這個事情 就開始要追討 飛行訓練費用 最後從70一路加到700 但是也一年把它還掉 我這個故事 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軍裡不能待 你要離開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你能夠混到新天 不管你是什麼關階 部隊也沒少發你一天薪水 甚至對你的栽培也沒有少過 也不要覺得你自己就是神 不是 是剛好你只是 大家可以在那個時候 選擇栽培的角色 所以大家都有付出 你要的是 大家要好聚要好善 那你要有擔當 你要還得起 那我就想問一下 一年要還700萬 那表示一年賺不止700萬 當時你怎麼做到的 我先說我敢離開 是因為我已經考到航空公司 中間發生一些故事 所以我就去外籍航空 航空公司的薪水是多少 簽約7000美金一個月 20幾萬 那我一個月還國家10來萬 對 所以可以cover 但是後來 我真正開始創業之路是 我那時候看了很多空景 他們憑什麼 出入都是 炒車 然後住飯店都很高檔 然後又可以 香奈兒 LV 愛瑪士 什麼都有 當時你是一個機長 然後你就看奇怪 為什麼空姐可以 薪水比我低 可是進出的場合 生活品質都比我好 對 那時候我還想說 這些人一定都是 很多秀給Daddy's 哈哈哈哈 Daddy's Daddy's 加X喔 複數 結果後來 其實廠商認識 對 發現這些人其實也是自己愛賺錢 那時候 16年左右 都做代購 那時候比較沒有管 你代購一個LV 代購一個愛瑪士 可能價差一來一回 一來一回退稅 你給他便宜5% 10% 你還可以賺個10% 20% 35萬 剩353一顆包 對一顆包 更不要講你是長期做代購 你在各個精品買到變VVIP 對 你光拿到那些限量稀有的 什麼喜馬拉雅有的沒的 對 那個是有錢人還加價買 哇塞 所以等於是一來一回 他們可能空姐薪水 可能五六十萬 但是代購 薪水是三五百萬 沒錯 他可能只是為了要代購方便 我繼續當空姐 等於是說 其實空姐是副業 真正的主業是這個代購 但是要觸發這個主業 必須當空姐成本比較低 對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那我也來試 我穿得到機長遠選的社團 全部把機長遠選 全部給他拉到社團裡面 但是做不起來 因為人還是要選擇 符合賽道的事情 空姐很會拍照 他平常就會經營生活 拍照又漂亮 又會修圖 而且他女生啊 然後又背給你看 朋友就會 很有情境 很有意境 我就是拍照也不會 就是正面硬剛的照片 然後就是很像菜市場在賣東西 這古早 這幾百 對 所以我的社團的轉換率就很差 嗯 我覺得這樣不行 但是我就確定 網路賺得到錢 網路有流量 我就開始研究 怎麼去進貨 從大陸進貨 後來我第一個方法 沒有很成功 所以我想說 沒關係我來研究 那時候台灣最大的是 雅虎 嗯 再來什麼生活市集啊 蝦皮那時候 正要開始做廣告 對 把什麼旋轉拍賣 我開始研究怎麼樣 從海外進貨 哦這有價差 有利潤 我那時候的策略很簡單 因為 臉書廣告那時候很盛行 對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到底我選的東西 人家買不買單都不知道 所以 買不買單都不知道 那我就去砸廣告 萬一買單我可能賺到 可是萬一不買單 大部分情況一定不買單 對 我不可能一開始去搞臉書廣告 那邊官網有的沒的 都花了一堆錢 然後到最後呢 廣告頭的產品不會賣 不符合市場需求 對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先把握 免費又有消費者的平台 雅虎啊 旋轉拍賣啊 那時候還有PC後商店街啊 個人拍賣啊 露天拍賣啊 只要免費 又自在流量的平台 我都上街 都去嘗試 可是 因為蝦皮創新 大家都還沒有研究透徹 所以 新手 我就可以在上面 摸索 我們就跟著蝦皮的流量 一直成長 你當之前在空軍服役嘛 其實你一個月有十幾萬的薪水 好你賠了700萬就算了 機長 一個月也有 二三十萬的薪水 可是你為什麼會選擇 還是出來創業 鐵飯碗這件事情 其實是個迷思啊 因為沒有拿鐵飯碗的人 才會羨慕人家有鐵飯碗 對 可是相對的 現在政府的環境 是不是不好 對 而且 我講一個詞 不是政府環境 是整個世界的環境不好 對不起 這樣子我們就得罪政府 沒關係 得罪就算了 不行 現在大環境 大環境不好 對對 是不是都一樣 因為MC生活 就會越來越嚴重 對 我當時當兵當憲兵 因為我在當時 我就已經創業了嘛 我就很喜歡跟那些 阿兵哥學長 討論創業的過程 我都會說 你們為什麼來當職業軍人 然後他們都會說 因為這錢很多啊 我說天啊 誰告訴你當職業軍 錢很多的啊 你是不是腦袋壞了 對 好 沒關係 得罪就算了 所以這個世界觀 就是說 他可能他爸媽給他的環境 就是覺得說 這個工作穩定 好做 而且薪水很高 但是薪水高 其實是爸媽覺得 也不是這個世界 覺得薪水高 不然如果你覺得薪水高 哪個當兵的 可以賺很多錢 很難嘛 再來就是鐵飯碗 我覺得還有一點問題 就是鐵飯碗 就是告訴你 保證有這麼多錢 但是也是保證你有這麼少錢 差一句話 但是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你只要一旦鐵飯碗 恭喜你 你這輩子收入怎樣 你就認定了你自己的價值 都算出來了 那你這輩子 大概人生可以怎麼過 大概也都知道了 但是有些人 喜歡這樣的過程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不是天生 每個人都適合創業 對 那你如果是 本身喜歡追求物質的 你如果比較追求 享受 體驗 對 那所有美好的享受跟體驗 大部分後面都要有金錢來支撐 錢可以讓你的這個人生活的比較寬廣一些 選擇更多 我可以吃30元的乳酪飯 但我可以用3萬元的乳酪飯 兩種都可以吃 寬廣度 就算要對決 就算要對決 人生大概做到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追求 一個叫知足 那痛苦的人就是 他不願意去花時間追求 但是又想要得到那個結果 就很痛苦 如果他懂得知足 其實也是快樂的 你說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剛好屁事 我過得開心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你過得就這樣 然後你也甘之如魚 那其實你也是成功的人 沒錯 對 跟薪水收入高低沒有關係 我在空軍的時候 我那時候 還是小少爺 對 我的中校的長官跟我說 人生之所以痛苦 是因為 你堅持了早該放棄的 你放棄了早該堅持的 哇 這句話講得很好欸 這句話超好 如果你現在是上班族 對 你覺得你每天工作很痛苦 對 你本來是很愛畫畫什麼的 對 你有一技之長 對 可是你為了 讓自己有個安保 所以你每天就覺得你懷財不遇 那就代表你放棄了 你的一技之長 放棄了 你追求畫家的夢啊 對 所以你活得很痛苦 你堅持了早該放棄的 對 你在一個不對的賽道 其實你也努力一亮 其實尤其創業的人 就容易這樣 正確的賽道 三個月到半年 絕對看得到錢 有些人會怎樣 自我催眠 對 啊我只是還沒成功啦 可能還有一點時間啊 有機會 你早該換方向 你早該調整經營策略 你的這套模式真的不行 嗯 你卻沒有這個智慧 把你自己轉換 所以你堅持了早該放棄的 對 你就輸在這裡啊 這個時候我就想要問理查 你覺得破圈跟人脈鏈結 這件事情 對商業來說 對一個創業者來說 到底重不重啊 如果你剛創業 我覺得千萬不要 滿腦子就想著 啊我要怎麼去破圈 我要怎麼去認識 這些更厲害的人 因為 你認識他們 你沒有辦法提供價值的時候 Who care Who cares 如果你在你的行業 你在你的領域 你做到專業 甚至做到第一 你自然來就會聚人 而不是 你為了認識誰 為了透過誰的關係 誰給你什麼生意 對 而去巴結誰 那是不一樣的喔 欸這個東西 我很有感受 為什麼 初董 我們理查哥呢 就是來自己找我 拍婚紗認識的 對 我也沒有想要認識這個人喔 然後是IG限動 我就拍到你嗎 一堆粉絲來問我說 欸那個人很厲害 我想說誰啊 那不是我客人嗎 欸對你講這樣子 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沒錯 其實人跟人的往來 你永遠要記得 你要創造兩種價值 你才有可能真的跟誰 變成好朋友 對 第一個你要嘛就是有 獲利的價值 對 你有足夠的專業 可以幫他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生意上 解決工作上 可以用利益來衡量 嗯 另外一種 你有情緒的價值 我跟你在一起 很放鬆 我跟你在一起 很好玩 喝酒很好玩 對 情緒價值跟利益價值 這兩個 就是人跟人之間 可以綁在一起的關係 所以這個思維 就跟大家想的 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說 我們真的不要去硬去 做這些關係的鏈接 而是把自己 該做的事情做好 花若盛開 蝴蝶自然 人有精彩 天自然牌 那我也想問一下 理查 你有一個這個渠道商學院 聽起來很像詐騙 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他是詐騙 沒有啦 我說你覺得我開公司 開五年到現在 台灣我也拿過幾個國家的獎項了 對 我們會不愛惜羽毛嘛 做生意 活的就是民生 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 教了很多人做蝦皮 對 現在一年 我們的加盟商 可以做二十幾億的 等一下 你這樣子有多少學 我好奇 加盟商在一千八百多個 哦 一千八百多個加盟商 一年可以做二十幾億 三十億的量 等於是你這個下面 就有二三十億的量 對 所以我呢 我從2020年 我就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好 乾脆我們來做個孵化基地 跟政府去拿育成中心的牌 嗯 結果我北中南到處跑 這些現在有牌的人 也不會輕易跟我合作 嗯 第二個 現在大部分的育成中心 叫出來的績效都很差 對 很多育成中心 他拿的時候 他是當時透過政府的關係 他的關係特別好 比別人拿得先機 嗯 可是政府 孵化了這幾年 大家也要檢討預算 檢討成效 發現不如預期 為什麼 因為 商場如戰場 不是你用公家單位的思維可以做 而是你要以創業者的角度 拿育成中心牌的 這些老闆 搞不好拿育成中心 就是他第一個創業 呵呵 那種你怎麼孵化 對 呵呵 沒下過蛋的你叫人家下蛋 沒生過小孩 不叫人家怎麼孵化小孩 沒創過業的叫人家總創業 那怎麼玩 他只會叫人家創育成中心 所以陸陸續續就是 發了這麼多牌 成效都不勝理想 對 那我是一個 我們下面我們真實的業績 從無到有孵化出來的 不管是公司行號 品牌 實際營收 都攤在這邊 因為網路都要開發票 對 這二三十億的業績 你不就是育成中心要看到結果嗎 沒錯 結果我們自己跟政府要去拿 拿不到 然後我們跟既有的育成中心要談 那種在中南部有一些育成中心 你快倒了 嗯 欸打死不讓 我突然理解到這個中心是什麼東西 就是有點像 育成中心是國立的學校 對 這個渠道商學像 補習班 私俗一樣 像補習班 補習班一樣 就是說電商創業的一個補習班 因為大家都是有結果才在理會的 我跟法科講 回到2017年 2018年我決定要創業的時候 我找不到這樣的資訊 因為網路上現在教課 很多吧 而且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教課都是停留在三五萬塊的費用 嗯 為什麼 全部都是教你一個只能用一次 只能用這一季的方法 嗯 他沒有辦法經過時間考驗 我們取到商學我自己做蝦皮做得好 我教人家我自己五年 孵化出這些成果 我們光月營業額在一百萬以上 一年可以做一千多萬的賣家 嗯 超過將近兩百位 從零在我們這邊做到破億了 三位 五六千萬的一堆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 創業這條路 沒有誰可以複製誰的成功 這是不變的 可是 我那時候一條路上 我遇到最多的問題就是 有太多 明明那時候如果多有人提醒我就可以避開了坑 嗯 我卻還是拆下去 對 被廠商騙啊 嗯 會被騙都不是小條了 對 都是貨款 那個時候都是幾百幾千這樣 幾十幾百萬 那個可能在你初期就已經讓你一次倒 甚至 法規 不知道就犯法 犯法就是直接罰 對 法律就是這樣 保護 懂的人 懂的人 所以 惡法 義法 好法 就是法 好人也會犯法 對 創業的路上 跌過了坑 遠離跌倒 你就離成功更近 嗯 再來 我以前當飛行員 所以我沒有教課之前 我不知道我怎麼會教課 嗯 這是實話 對 我當時怎麼教課 因為我做得好 第一批找我來教他們的 我的親戚 我的大學同學 我的長官 要給他太太學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李察這個人以前在軍中其實 考機就很好 對 工作就很認真 對 他本來就是一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他現在做得那麼好 我就撥在臉書上 所以我才因為接下來 有人請我 教他們 我想說那我就試試看 意外的開啟 原來我很會拆解 嗯 我會把很複雜的東西 用一個案例 兩個案例 讓人家一聽就會 把這商業模式簡單化 然後讓大家很快理解 這後來也幫助到我自己 你看喔 因為要教人家 教學相掌 把我自己的東西拆解得更明確 嗯 所以哪些東西絕對不能做 條件是什麼 步驟是什麼 程序是什麼 要領是什麼 全部要很明確 因為當你要教人家的時候 欸 他沒賺到錢就算了 你萬一害他賠錢 你看他會被X 嗯 那X要飛起來 欸不過這個又衍生另外一個話題 像你這樣去教 會不會變相的培養你的競爭對手 我覺得很多人可以想問這個問題 對 其實坦白說 一開始我不懂得保護自己 我曾經有一家我做了很好的店 因為那時候學生 我都是直接開我的店給他看 對 所以就有競爭對手派人來學 學了之後 全部copy 複製貼上我的商品 還有以前我還會帶學生去參觀我的倉庫幹嘛 有點沒的 後來 我倉庫外面 莫名其妙會停一些 玻璃都貼黑黑的車子 欸你知道我們這種電商公司 我們壓最多錢的地方不是銀行 是貨 是倉庫 對 哪一天失火怎麼辦 真的欸 所以很恐怖 所以我把教育這一塊切割 那與其做教育 我不如說 你要相信一個老師 還是相信一個品牌的獲利能力 商業模式 對 花5萬塊學一個很會調手要益的老師學手要益 還是你要加盟50欄 花500萬 可是你可以得到整個商業模式 對 取到商學院就是給你加盟我們整個商業模式 50欄類別的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提醒 已做商業實戰 對 他沒有在一個領域 做到1億 甚至是3億5億10億的規模 對 你都聽聽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到市場份額 這件事情 對 還沒有到市場有%數 對 所以他還看不到比較大的面向 因為方法會隨著時代不一樣 對 你的方法要越經濟起考驗 第一個你才會有越多成功案例 第二個 你才真的有辦法活得長久 嗯 那這個時候也跟理查聊聊 你覺得什麼樣的人適合上渠道商學院 是已經有一點基礎的 還是零基礎的 還是很強的 我覺得 有心 有深的想贏的再來 嗯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不管你是小白菜鳥 沒有方法 沒有know how 還是你公司已經上億規模了 我們都展開雙手 因為做生意 你已經有規模的 有資源大家來合作 嗯 對吧 對 沒有游泳的對手 一個人也吃不了全部的市場 嗯 那你是小白 我們這裡有0到1的 全部你需要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學校商學院 我不跟人開公司合夥 可是學校商學院 我找了一個人合夥 而且 我很驕傲 全台灣只有我請得出他 嗯 他是練家小部的創辦人 李中如董事長 對 他也是綠劍母集團的董事 嗯 又是長年的什麼 這些SBIR、SIR的審計委員 嗯 因為我跟他說 我說 李董 你你現在也不學教學賺錢 但是你的know how 我知道你也有一顆 提息後備的信 對 李董 他的創業背景跟我好像 對 他當時在竹科 當業務 對 用下班空閒時間 雅虎奇摩排賣 對 自己創業 嗯 後來又轉做品牌 轉到現在 練家小部很成功 可是 重點是 他也參與過很多 大集團的上市櫃 對 所以從產官學 他都有足夠的精益 創業快將近20年 嗯 如果我只教你做蝦皮的生意 我的思維就會是大家的天花板 對 我希望所有人成功 要大成功 所以我要找更高的天花板進來 所以李董 在學校上學有一堂課叫做 企業主必修的老闆課 嗯 產銷人發財 初期創業為了活下去 怎麼活下去 怎麼去算水益平衡 怎麼算基礎營業額 怎麼去看財報 怎麼避免黑字倒閉 到你請人用人試人怎麼去做 因為你很多中小企業最大問題是 我根本請不到人 對 你請不到人一定是你老闆的問題 對 為什麼你請不到人別人請到人 一定是你有問題 嗯 我們教你方法 教你解決 對 我們連104的履歷都像是電商在優化 要去參考別人好的 然後要去看 我多少人瀏覽 有多少人投履 對 那我要去調整裡面的內容跟文案 這就是 你有沒有在做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感觸 為什麼 因為你看嘛 產銷人發財就五個字 但這五個字裡頭 有多少的細節在裡頭 對啊 每一個拆分都有 大量的數據 大量的內容在裡頭 如果你說你自己硬幹 要把產銷人發財這五環搞懂 就非常不簡單 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有機會 你看聽聽 不管理查 聽聽李宗茹 聽聽他們這個創業的故事 過程 其實可以讓你省很多力 我們不是聽聽 法哥你要記得 我們對於 我們是實作 我們是實作 而且我們 我有去當過講師 對 企業主的課就是三天兩夜 對 從早上10點上到晚上10點的課 真正的實戰課 然後上一堂做一堂 上一堂做一堂 每個人 你就是要把你的財貿攤開來 你就是要真實地面對這些 對 然後我們還提供 我們的加盟商 每個月一次 兩次的一對一顧問 跟我或跟李東如董事長 一對一啊 所以你的一些疑難雜症 絕對可以得到解答 而且我們不只提供解答 我們會把我們的資源 你這問題來找誰 找哪個會計師適合 對 找哪個法顧律師 怎麼去處理 怎麼行銷 對 都會幫你解決 因為 我跟你講老闆 你要先會一件事情 為了活下去 你要先會賺錢就好 你光連賺錢都搞不定 你不要去搞定其他的 可是你有賺錢的模式之後 剩下交給專業 所以我們在這裡扮演 這樣的顧問的角色 而且 取道上學我有一個堅持 因為我自己是業者 對 你任何一個行銷公司 都可以拿很多case讓我看 但是對我來講 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你自己有沒有創業 一個成功的案子 絕對不是一個人 或一間公司獨立完成的 對 我自己做蝦皮 做得不錯 所以我孵化這麼多 做蝦皮成功的 李中如董事長 自己做電商 自己做公司品牌 這麼成功 所以他可以教育這些老闆 未來的方向 怎麼去判斷趨勢 怎麼去守住公司 創業為堅守成不義 就連我們做TikTok 你看法哥 我是不是跟你講 為什麼我堅持一定要你親自來 對 因為 全部放在世界所有的網紅 只有法哥是 本身就是企業家 決定來研究網紅市場 自己把自己先包裝成網紅 對 你看 圓夢 半年孵化了五個 現象級的帳號 對 夫妻號 對 呃 台中地頭龍 地方生活 地方生活 賣房子的 賣車子的 加一加 欸 半年做3億的流量 很恐怖欸 3億 我廣告費頭 3000萬都不一定有 沒錯 所以 我合作 我只找這種 你本身就是 這間公司的負責人 因為 只有負責人才知道 一個案子要成有多大的壓力 跟多少的因素考量 嗯 尤其在創業初期 所以 在他們雖然沒有再額外多花錢 但是 我請來的所有的一定是業者 這個都是多花的啦 你看我們在拍端營這個 這個資源 理查不會 可是他的商業模式 極其健全 剛好我們一交換 欸 端營的商業模式健全了 而這個 健全的商業模式也獲得端營的流量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來學校商學院 可以學到這些東西 這是真的驗證過 因為我有去當講師 不會騙人 這樣子齁我們今天拍影片齁 就讓大家學到一些東西 我想聽聽你對創業人有什麼樣的重複 創業 但是 你又要想一件事情 你人生 你現在做的第一個創業 絕對不是你最大的財富 嗯 它只是一個過程 你在修煉你的功夫 對 既然它不是你人生最大的一桶金 可是你要從這裡得一桶金兩桶金嘛 千萬不要急 不然你很容易走偏 走歪 走斜 嗯 很多人為了賺錢 就開始搞一些拿不上檯面的 嗯 你就賺了一千萬 然後呢 而且這個會 我講實在有一點失去這個社交價值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我是台中人嘛 台中地頭 其實台中有非常多灰色產業 對 但那些老闆其實賺很多錢 不快樂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 跟人家交換價值的情緒 譬如說你在做什麼 在做博弈的 天啊你聽到你會想跟他多聊下去嗎 你會覺得天啊 這個好像是 很厲害的一個老闆 他會賺錢 但是我們做一般產業 我們會覺得 這個跟我完全無關 這個我坦白說 你就是 你要用你的智慧 不要碰 嗯 因為你可能一市一名就毀於一次 寧可辛苦一點 但是走到這個商業的正道上面 創業的路程 其實就是修煉 對 修煉你有沒有紮實的功夫 不管是對市場的判斷 對 眼光 就是金錢的運用 不就是這樣 你能夠創業 你第一個你要先堅定自己 你自己賺到這個錢 你是因為運氣得到的 還是實力累積到的 你要自己 扪心自問 對 不能自滿 因為用運氣得到的 賺了錢 實力 輸回去 這是我空中玩笑的 朱校長講的 嗯 誠實地面對自己 嗯 誠實地面對周遭的一切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 不如意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成績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正功夫 因為我在學飛行的時候 第一堂課 我的教官 告訴我 他說你是聰明的學生 永遠不要帶著 一絲疑問踏上飛機 因為創業就是這樣 當你決定做了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知道後續會有多大的眼神 創了就飛上去的 對 那你要拿生命開玩笑嗎 你要拿你的民生開玩笑嗎 所以誠實地面對一切 愛惜羽毛 慢一點 最後不會輸 創業的過程 如果你要選賽道 記我這六個字 本人 本事 本錢 你自己的人脈關係 你打得到多深的領域 供應鏈關係 產業鏈關係 這是本人 出事了 有沒有人幫你扛一把 拉你一把 本事 就是你的know how有多強 有沒有真實的價值 換價錢 不靠任何人給你介紹case 本錢 你想做的 你還是要投入資金吧 你有多少真金白銀 輸得錢 這本錢也包含時間對不對 也是 所以本人本事本錢 決定了你現在能做什麼 然後在這一路的過程中 你要記得你在修煉的功夫 叫做 你要先有知識 我在做蝦皮之前 我要先研究蝦皮 法哥開始決定要做短影音 拼了命的研究短影音 沒錯 其實我們就是願意花功夫 功夫的累積要時間嘛 要心力嘛 知識有了 見識 我講的跟我做的一步一樣 我走到這一步 我才會看到這個東西 叫做見識 有了見識 有了經驗的累積之後 你才有膽識 為什麼 從我原本負債 我一次叫貨只敢花五六千塊 到我現在 叫貨可以幾百萬叫貨 幾千萬 一年幾億的資金周轉 這是不是不斷累積的 可是你人生總有第一次 從幾千塊變幾萬塊 要付錢了 對 從幾萬塊變幾百萬要付錢了 前幾百萬要是上千萬的投資要出去了 對 每一次都是因為你的經驗累積 奠定了你的信心跟實力 你相信了你的判斷 最後你才有這個膽識 做別人不敢做的決定 嗯 知識見識 膽識 所以這是我最後體驗出來 創業在修煉的就是 你從賽道選擇 能不能知道你的本人本事本錢 你在一路修煉的過程中 你能不能累積你的知識見識 膽識 這六個口訣 我相信 你好好用去體驗他 應該這輩子不會有摔大腳的機會 嗯 就算摔了 你也爬得起來 好那今天這個節目呢 到這邊 我很高興看完這部影片 哇你很厲害 這部影片呢 一定會讓你收穫非常多 那有機會呢 我們再邀請我們初董理察 來跟大家聊聊創業的一些過程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Gentleman法帥 我是理察初董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的座民 我最常告訴我自己的 就是做自己的奇蹟 永遠不要想著 誰會忽然幫你一把 給你一筆錢 或突然給你一張訂單就活了 不可能 永遠要在自己身上求 所以你就是自己的奇蹟 你就是幽暗低谷的曙光 對 你就是萬念俱灰的奇蹟